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Widen的实验室 今天的主角又是咱们的石颗狼 这期视频一定要看到最后哦 有高能操作 之前的视频里我做了个实验 把石颗狼和蟑螂放一起 结果石颗狼把蟑螂熏死了 没看过的小朋友可以进我的频道翻出来看看 之前很多小朋友看到石颗狼不动了 就说我把石颗狼弄死了 这回看到了吧 活得好好的 石颗狼喜欢装死 这是他的本能 就像你一样 喜欢假装没硬币 然而你们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现象 仔细看蟑螂 好像被石颗狼吃掉了 简直不敢相信石颗狼也会开荤 然后我查了一下资料 确实说石颗狼会吃腐肉 那这也就不奇怪了 哎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既然石颗狼是吃爸爸的 那他会吃自己的爸爸吗 仔细看盒子里那些细长的黑条 就是石颗狼的爸爸 看着这石颗狼还正在拉爸爸 我观察了许久 发现他们好像不会吃自己的爸爸 其实石颗狼主要是吃食草动物的粪便 因为里面还有一些未消化的纤维 石颗狼的消化系统异常强大 能把这些纤维全部消化了 而他自己来的爸爸 已经没有什么营养了 肯定不会再吃了 上次我好像还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点赞超过两万 手抓石颗狼是吧 左手石颗狼右手粪球是吧 接下来正片开始 呃 我实在下不去手啊 我对不起大家 外叔我这次是真的怂了 请允许我戴个手套吧 我觉得我有必要解释一下 我不是变态 也没有那个叫什么巴来着的那么勇敢 我只是个口味稍微有那么一点重的普通人 戴个手套 你们应该不会介意吧 石颗狼能大量清除地面上的动物粪便 在生态链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有自然界倾道夫之称 所以我决定把这两只石颗狼放生了 石颗狼兄弟们再见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很下饭 那么给我点个赞 应该不过分吧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——YK